沒有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夫地圖 我們先來講藍色方式選擇了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現在的農田一樣是10%的採集效率 我覺得斯拉夫人的效率來說算是偏快的 斯拉夫人除了之外還有這個強大的步兵能力 這個王者四仇還有這個貴族鐵騎 都非常好用 那除此之外他的工程器造價也是非常便宜 所以後期都會主打一個步兵為輔工程器為主 然後他的貴族鐵騎也是為輔的一個走向 那斯拉夫人的話打法比較能抓到的原因 所以他的勝率並不是非常亮眼 但是在某些團戰時刻或是一些文明針對的時候 他又顯得特別強勢 尤其是這個貴族特權的時候 遇到普蘭的時候真的是把普蘭按在地上打 這個貴族特權騎士 可是貴族鐵騎這個單位就很counter普蘭 所以這個斯拉夫人算是蠻看對手的文明 來會決定他的勝率的 好那我們再來講這個瑪雅 瑪雅人的話他的最主要的能力 是這個工兵有很大的減免 這個奴兵啊都不錯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毛兵 有這個散彈戰矛的一個使用方法 他的戰矛會變成兩發 但第二發的傷害只有一滴血 但是聽說如果打到這個對方是工兵 或是工兵系的護甲的話 一樣會有外傷害 不知道是真假的 那我只知道第二發通常都是一滴血的傷害 那由於這個能力的效果 讓他打這個衝車啊或是高遠房的這個單位來說的時候 他的戰矛兵還是有一個不錯的傷害效果的 好接下來稍微講一下瑪雅人的黃金果能力喔 這黃金果能力喔可以讓瑪雅人的鷹刺喉 鷹勇士們讓他變成一百滴血的血量 非常的硬喔 那我之前我有問過天空熟 到底是這個 瑪雅的老鷹 黃金果比較厲害 還是這個龍貫戰爭 阿茲特克的老鷹比較厲害 好8加9的攻擊力老鷹 那最後的結果我們是認為喔 血量比較多的那一方比較容易贏喔 那就是瑪雅人啦 那瑪雅人這樣活生生的多了阿茲特克40滴血喔 這個增幅高達快要50%吧 沒有雖然沒有到欸好像快要欸 已經超過50%了至少有80-90%了吧 用60的血量去算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快要滿持了 那我覺得瑪雅人的老鷹真是蠻強的 而且他的弓箭手也不差 那封箭時代打法也是偏多 也可以打老鷹加上弓兵的一個組合 甚至毛兵都可以 而且打的壓力也沒那麼大 那以前的一個南美洲文明有一個很特很夯的打法 就是這個老鷹 上城堡時代直接爆老鷹的打法 通常你遇到瑪雅阿茲的時候 我們HD時代的時候就會下意識 幹對方一定就是要老鷹爆了 那時候還沒有決定版 大概三四年前的時候 你看到瑪雅或是阿茲 幹他一定是老鷹爆 我每一場都這麼覺得 那時候就想到我去了 而且那時候老鷹真的很難打 你蓋個修道院次齁 哇靠這邊跑過來直接打羊是什麼畫面 欸 這個怪怪的 這個斯拉夫人 還想要幹羊幹走 幹我摳零 還想過來砍 這個太搞了吧 哇這邊砍死一隻羊就算了 還想要幹走三隻羊 這個太過分了喔 這個斯拉夫人 好 我們繼續講 那瑪雅這個直層老鷹爆 非常強大 原因是因為老鷹的肉量成本 並不需要那麼高的 只要20肉 就可以再加上50黃金 就可以造出一隻老鷹 那由於食物這個 資源齁 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初期齁 並不是那麼容易拿到這麼大量的 反倒是黃金是很容易的 因為還有這個挖掘的絕金技術 可以讓他高速挖環金 那就代表說你只要大概灑個一圈田 你就會維持你的TC的運重 加上這個 雙均銀甚至三均銀的老鷹的 肉量的支持 那其他的大部分村民齁 就全部去挖環金就夠了 那通常齁 你只要點這個一級絕金之後 然後再加上一片田 你的三均銀或是兩均銀 就可以瘋狂爆老鷹 壓到對手懷疑人生 就是哇靠你怎麼入單位 對方出奇事 還有可能會被你的老鷹給淹死 這個就是瑪雅人的 跟阿茲特克人 這個早期的很康德的打法 那現在比較少人會這樣打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現在這個打法我記得還是蠻強的 還是現在大家比較會擋 就沒那麼好用 我不太清楚 我記得以前是蠻常看到 但是在這種高端場來說 並沒有那麼常看到 好那瑪雅這邊很順利到了 弓箭時代 那這邊選擇是弓兵開局 那莎夫人很理所當然的是 打了一個赤猴開 赤猴開然後按了蠻多了 看到了四隻赤猴 看他這邊有送掉一隻肉馬 所以這隻赤猴也是多按出來 喔這邊圍得不錯 還可以再捅到一槍嗎 這兩滴血的村民看來是捅不掉 這隻老鷹應該是要被解掉了 這邊沒有辦法打出一個洞口 來拯救這隻赤猴 好但這邊要鷹打了我覺得 這邊他可能會直接想要收掉 好 走掉之後趕快去追這兩隻工兵 絕對不能讓他們跑掉 那斯拉夫人喔這個時期就很強 他現在有農田這個10%的 採集效率喔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農田 的肉量是蠻誇張的喔 甚至我是覺得比波蘭還要強 波蘭這個立即給8%雖然也很多 但是他們有向斯拉夫當值一直持續下去 那短期之間我覺得是斯拉夫會比較好 那比較長筆就下來了喔 我覺得是波蘭斯比較多一點 因為波蘭斯會因為他這個農田技術 然後去增加他的肉量 但斯拉夫人就是10%而已 所以早期來說斯拉夫人的肉量會比波蘭上好上一些些的 你看這個肉量很明顯很誇張喔 當然也是他比較多片田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肉量比較多一點 但這個有點太多了 300多肉 而且他這邊按了很多肉嘛 那工兵果本來就是肉會比較少一點是正常 那這個斯拉夫人的肉量真的是太誇張了 好四隻獅頭直接出去 還要再去潛壓嗎 那沒意外的話應該會這邊喔 存多一點的黃金喔 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那有可能會下一個射箭場 稍微擋一下 對方的毛兵加長槍兵的一個潛壓 基本上對手這樣打喔 因為由於他不是雙射箭場的關係 所以兵量不會太誇張 也不會拖到這個上城堡時代的時間喔 只會稍微拖慢一點點喔 這樣也不會太嚴重 通常點城堡之後按下一個射箭場來說會比較安心一點 避免突然對手來個封箭大爆 然後按這個弓兵喔 然後突然把你打得措手不及喔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 傾向於喔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補一個射箭場 好壓壓金 當然也可以選擇不下 然後趕快專心去繼續撒田啊 或者是挖金礦 然後再下一個馬舅 裝馬舅直接爆騎士喔 然後直接上這個四級兵工場或是石牆 直接把這個木牆給圍死喔 讓對方攻兵喔 沒有這個機會可以攻進來 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一上到城堡時代 好騎士一出來了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靠騎士解掉這些單位的 好這兩隻弓兵有機會打到嗎 那這三隻刺猴應該也做不到任何事情了 比較困難一點 有點偏殘血 而且對方快有暗藏槍病 好那現在所有的單位都在這邊聚集 那這四隻村民應該是會直接拉走啦 果然不下第二個馬舅了 OK 這邊應該是抓不到囉 因為都殘血的刺猴其實蠻好解的 但是要硬抓還是可以 哇結果藏槍兵來不及救 哇這邊還換到一村 沙夫人這邊有點賺喔 媽呀這邊那個藏槍兵有點為死一晚喔 好 那這邊直接開插這個木門 但城堡時代還有20秒 依照正常打牌來說 應該會來這邊讀下口 但這邊並沒有讀口 可能是認為喔 至於上城堡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只要一上城就可以逼退對手 那其實馬亞人這邊 其實不撤退也可以喔 直接繼續前壓喔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喔 反正門都快破了 好現在撤退來說是來得及的 要前壓也是可以喔 就是二選一嘛 你要前壓的話 就是要趁騎士出來之前 好那這邊是決定要前壓了 但這邊其實斯拉夫人的建築血喔 蓋的還不錯 稍微把這個口給堵住了 讓他們要把這麼輕易的繞到後方去做燒了 好 騎士一出來直接開追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待會刺頭要不要回來打也是個問題喔 那我覺得認為是不需要的 那個清騎兵喔 繼續在後方繞 看對方有沒有常見主啊 或是開農之類的喔 多獲取一點資訊喔 是比較好的 好騎士上來先行 你把對手一隻長槍兵先戳掉 好但回頭繼續砍長槍兵 可能自己也會被收光 原子剩下一隻騎士而已喔 打得有點頭破血流 好這邊輪方戰陣 再來第二波騎士開打 那這邊瑪雅馬上補下自己的長槍兵升級喔 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那下一個版本之後 長槍兵就只要160肉 相當省 直接省了一個村民的肉量 那護衛技術雖然還是蠻貴的喔 但我覺得還是有按的必要 那長槍兵出來之後 就會比較豪傑這些騎士 雖然還是被動喔 至少你會守得住喔 好那這邊把對手逼退之後 又要決定出騎士嗎 還是要來強壓一個BK呢 哇這邊有個不好的示範喔 居然拉殘血的村民出去蓋建築物 這肯定是隨便蓋的喔 果然 果然蓋BK了在這裡 這肯定是隨便拉兩隻村民出去的喔 好這個是不太好的一個打法 各位記住喔 你要拉村民出去蓋建築物喔 不管是蓋城堡阿 或是蓋前置建築物 BK阿 修道院阿 工程機制造所之類的 千萬不能拉殘血 你一拉一個殘血的很容易就被制裁了 你看你被制裁了吧 一講完 你就被制裁 然後直接殘血被收掉 哇 哇 你的這個前壓 壓力給的就不太夠了 還被追著打 然後這邊騎士野民第一次進去 因為這邊在忙扣清奇兵 然後被戳爛 送光 BK 蓋不起來 這個再戳個一槍就倒了 死去 尷尬 薩夫倫第一波的前壓失敗了 好 瑪雅這邊沒有選擇老鷹爆 而是選擇長槍兵 那這邊所有的黃金 是會投資在生旅上的 那誓死的自己再轉出一些工兵啦 但我覺得這邊轉工兵 實際並不太恰當 現在轉工兵的話 很容易被對手的騎士壓制 這邊轉長槍兵是正確的 那這邊轉長槍兵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是 開出自己的TC來 現在要開TC才有出長槍兵的價值 對對對 這邊趕快再開一個 這要怎麼解釋呢 長槍兵就是你 雖然沒辦法讓你進攻得非常順利 或是燒得到對方的村民 但至少你的領地 守起來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甚至是你防守是有優勢的 那你竟然可以用這麼低成本的 單位去跟對手較量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要 投資更多的村民 去蓋TC 把自己的經濟爆出完 然後再轉出你的主力 例如馬爾羽射手 或是你的強弩之類的單位 甚至是老鷹 但是對上對方的大量騎士的時候 老鷹是不納入考量的 但如果對方是工程器製造所 大量工程器加上騎士的話 那就有需要考慮去出這個老鷹了 你的老鷹是你的 南美中文明裡面的唯一的機動單位 你一定要去出點老鷹 雖然可能會被騎士砍爆 但如果你要出大量的老鷹 跟常用病的時候 你的防禦跟攻擊力就一定要點了 好這邊看到BK之後果然補下了老鷹 OK補下老鷹之後 待會還是要去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他這波單位是不能送掉的 我覺得這邊回頭比較好 瑪雅人這邊出去我覺得出去得太遠了 導致家裡可能會沒有兵可以打 那這邊就暗老鷹的情況下 可能會越打越烈士喔 這波單位你在外面礦也打不到任何東西 對方的建築學也打得不錯 你勝率頂多佔一兩隻村民 賺個50樓 結果家裡被砍成白癡 果然這樣子 哇這個劇本 跟我想的一樣 你這波長長兵還是得回家 你這樣子繞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反而會讓自己家裡 顯得有點危險 那斯拉夫人肯定也是知道這一點 既然你長長兵敢在我家裡繞 那我的騎士就敢去你家裡逛 就知道這個概念了 唉唉唉 果然被塗爛了 村民樹被塗了七村 有點慘 長長兵稍微出來擋 生旅並沒有做到太好的防御效果 數量上不夠多滋味喔 而且也沒有在TC附近喔 對方也敢直接過來 直接爆死你喔 或是自敵騎士斷你招想 騎士的招想的時間喔 讓你找不到任何隻騎士 雖然自己會損失騎士喔 但至少可以砍掉你的生旅 而且不會被白換掉 好那這邊終於又拉了一隻殘血的村民出來 蓋這個BK 傻眼 你又拉一隻殘血的村民 這隻更殘 只有4滴血 哇這個真的是 兩千一百分的 兩千三百分的玩家 打出來的東西 沒感興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高端玩家們喔 他們打的東西 我可以說是觀念好沒有錯 但有些細節喔 他們不一定會做得很全面 好 那真的很底階的玩家喔 像viper啊 you're okay啦 那我們就會把這種細節喔 再拉大一點 這就是 你看看這個頭車 砸的就是 蝦 有夠爛 是我就不會直接硬頭了 我就直接可能踢到後面的位置 或是弩炮再回頭射個一發 好 再賺一下這個血量的優勢喔 頂尖 底階S級選手 跟一般的高端玩家喔 差距就是在這個細節裡喔 正所謂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就是這個概念 頂尖玩家就是 把所有的細節喔 一直加成下去喔 你長久這樣子打 你就會拿到很高的分數喔 好 這邊踢一板踢得還不錯 好 這邊可能會要滴一滴騎士喔 只要趕快滴 這個應該不用 這隻一定要滴 雖然是蠻險 因為不滴騎士的話 肯定是白鎬 你要去反殺也來不及了 對面算是雙生女 但這個距離時間來說 你要擊殺掉一隻生女 太困難了 你要砍三刀喔 好 那這邊BK蓋好 這邊可能要取消 這邊在陰暗 這邊可能會再送一台投車 好 這裡沒有打算取消 那這邊是有打算搶軍師奪回來嗎 他這邊短時間搶軍師奪不回來的 那很有可能這個BK會直接被戳掉 然後裡面的投資車直接被 強制被排卵 排卸 被擠出這個工程師製造所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取消 可能沒有注意到吧 可能在升級或是在農 農經濟喔 忘記要取消 很有可能 好 那瑪雅這邊補下了二級防 好 那就我說了 如果他要這邊打長槍兵 加上老鷹的話 那二攻二防喔 是要趕快補下的 他這樣才有跟對面打贏正面的門面喔 不然他這邊只靠工程器製造所 不加騎士來說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針對喔 就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是以前很常見的 好 直接搓爛 長槍兵 加上老鷹 加上老鷹 解這個工程器加騎士的組合 相當Easy啦 而且現在還沒有二攻喔 要是有二攻的話 這個殺害會更誇張喔 因為南美中文秉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他前期的數量喔 很容易續寫 你有二攻的話 解對方騎士喔 或是步兵單位都蠻簡單的 但如果只要對方一轉出常見的兵之後 這個戰況可能就會有所改變喔 就沒這麼輕鬆了 那老鷹 飛進來第一波的事情 就是要趕快保護好自己的村民喔 盡可能的 把數量保留起來 好 讓要飛進來 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喔 但是你要怎麼用這個騎士喔 去把這個優勢拿回來 還有自己常見兵喔 這個就是一個 後續的細節處理 那斯拉夫人這邊打法 還算打得不錯 基本上沒有損失太過慘烈喔 村民術還是維持在不錯的數量 95村 那馬爾仁這邊 這一波進去 雖然打到不少村民 但自己的阻力也全部送光了 所以這邊會顯得被動一點喔 那這裡就是斯拉夫人的一個反推優勢的 一個時機點 你既然知道對方的阻力送掉了 這邊就可以大然的把城堡往前插喔 我就有壓力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插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金礦處 然後可以先偷挖他的金礦 然後就可以鎖到一點均勻跟射箭場 就可以打破他的門面 進攻方向來說也比較明確一點 這個位置的話就顯得有點小小尷尬一點點 但我覺得以他們高端的選擇 絕對是不會錯的 所以我就不質疑太多 我個人是直覺的這也是比較好 好長槍兵這邊直接砍個衣服喔 啊長槍兵有沒有 直接屌虐 啊不然這個長槍 長劍兵直接砍爆老鷹加長劍兵組合 一定是可以的 再有人說欸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那瑪雅很簡單嘛 你直接轉強弩或是羽射手都可以的 或是直接插城堡嘛對不對 插城堡轉羽射手 你打對方騎士也可以稍微走A一下 那這邊瑪雅最好的方式就是長槍兵 然後重裝長槍兵加上自己的羽射手 我做反之就可以了 那這邊由於瑪雅是想要上帝王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斷兵斷的有點嚴重喔 故意不出兵喔 那只在按森旅 你看這個意圖很明顯 好那這邊還沒有彈道學 先點他到帝王時代 斯拉夫還點下了這個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點下之後 蓋城堡不需要這麼大量的石頭 是需要大概半架左右的石頭 再加上400木材 大概400左右的木材 應該400 還450有點忘記了 好你就可以蓋 再繼續蓋另一個座城堡 所以斯拉夫人喔 你可以跟對方下棋 你可以到處插這個城堡 當做你的棋子來使用 當圍棋來玩 也是可以的 很多高手也用過這個打法 好那這邊老英英 打一個後面偷拆木牆的侵入方式還不錯 這邊可以拖到一些挖黃金的村民 還不錯 到這邊應該可以抓到 直接開裝 要不要抓我的老英阿 我的老英很大 好那這邊城堡前線 跟我想的位置差不多 對啊這個位置就不錯 但他這邊總不是蓋高地 他這裡有點貪心喔 他想要覆蓋這個 均勻跟射箭場的出兵範圍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再蓋後面一點 盡可能讓自己城堡在高地處 才不會太容易喔 被均勻頭司機輕易給砸掉 好那兩邊都上到了帝王師帶 瑪雅這邊有上師帶的優勢 那果然第一時間出了這個瑪雅與射手 羽毛劍射手的話 他的優點是攻擊力 雖然沒有像奴兵那麼高 跟奴兵少了一點傷害 但他遠方來說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射程也比較短一點點 但射速來說 我記得好像是比 強弩還要再快一點點吧 射速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他跑速來說的話也蠻快的 可以直接把他想像是 馬弓單位來使用就可以了 並不要把他想像是故弓 那斯拉夫的貴族鐵騎 遠方來說是比較正常 跟一般騎士來說差不多 那精銳來說會再更上一層樓一點點 這邊招響一波 這邊趕快招 全部先招同一隻然後再分散 可以直接被對手滴掉兩隻 那馬雅這邊經濟還不是很好 但斯拉夫已經開始開啟他的 圍棋之路 到處蓋城堡 然後開始搶貴族鐵騎 這就是我說的這個圍棋對翼模式了 我們之前的影片裡面有這個標題 就是圍棋對翼模式 就是在講斯拉夫人 他這刀實在是太強 這個很像這個法蘭克城堡一樣造架 那為什麼是斯拉夫人特別常用這招呢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其實法蘭克人也可以 但法蘭克人就很少 所以具體的原因我不知道 但通常會這樣打都只有斯拉夫人 但其實法蘭克人要這樣打也是可以的 那我自己的猜想應該是 城堡可以直接產騎兵單位比較方便 但法蘭克的城堡只能產這個指輔兵 機動性來說或威射力來說 可能沒這麼的有壓力吧 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子 這樣我覺得大同小業 你在後面補一個麻糟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法蘭克其實也可以這樣打 好 那這邊均勻投石機 開始拆了 上面這個城堡可能沒辦法守下了 但是增兵技術 在這邊研發就是一個不好示範 要研發還是這個研發 這個研發就不太好 那這個研發可能是來不及 485D線 剩50D 再一發解掉 增兵技術沒了 好 那瑪雅這邊要怎麼counter對方的貴乳鐵騎呢 最好的方式 也一上帝龍時代 趕快點一下大吉兵 那僧侶的部分 按個少量的幾值就好 我覺得 僧侶的數量現在不是重點 因為你的手術 可能終究拼不過對方纏 貴乳鐵騎的數量 除非你是什麼fake 手術世界冠軍等級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你對自己手術有信心的話 就玩僧侶 那像我一樣 對手術沒有信心的玩家怎麼辦 那就是出大吉兵嘛 然後三級攻三級仿先上 然後瑪雅射手化學上好之後三級 都上一上 該上都上一上 還是能打 那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吉兵按得有點太慢了 你應該一上帝龍時代就該按了 不然你怎麼守住你的巨型頭司機 對不對 好 這邊怪獸鐵騎弄個一波 後面有四隻生女直接招翔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有招到一隻 有招到一隻了 OK 直接拉走 但這邊魚射手不敢進去 這邊進去可能會被敲到頭破血了 因為金略貴乳鐵騎遠防是3加4 遠防7 媽呀 魚射手也才九攻而已 代表說你射貴乳鐵騎一發只有兩滴血 跟抓癢一樣 所以你終究還是要靠自己的級兵 直接用這個額外增傷去戳爛他 會比較有意義一點 用弓兵去射 意義不大 除非你是用強弩 那就另當別論了 這個數量有點多了 順便講一下 下次的改版的時候 貴族 鐵騎 他的售價 下降了很多 只要70黃金 甚至比騎士還要便宜 那就真的很有出的價值 哇 這邊幾兵 這邊發呆 又是鑄達模式 尷尬 這邊直接一致展開 第一時間沒有輸出 但本來的數量就比較少了 被擊倒也是理所當然 但這邊 疾病的數量依舊不夠 只有兩個均勻在產疾病 很明顯這邊對手直接上來前壓 對手瑪雅打出了聚聚 主力直接被擊垮 居銀頭是也要被拆爆 那後續的謊經來說 雖然斯拉夫人可能還是比較吃緊一點 但我認為這邊已經被蟲蟲為死了 瑪雅人可能覺得自己被壓在家裡 對方經濟很好 斯拉夫人或許又有這個大落馬 而且他10%這個農田的效率 一直讓他無限的殘馬 雖然疾病可以抵抗 但不確定瑪雅這邊有沒有這個心態可以繼續打 而且這個野精也是被爆挖一波 自己的黃金庫存其實也不剩多了 還是已經挖完了 黃金好像挖完了 哇那真的是很慘 直接被全禁封鎖 難怪瑪雅要打GG 主力又爆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經濟完全勝 而且還有4勝物 非常的絕望 那這邊打的其實沒有很好 但是他中間那一波 長槍兵加老英的進攻 打的確實是不錯 但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問題點 還是城堡時代 那一波長槍兵出門逛街的問題 造成他家裡很大落洞 要是那一波長槍兵沒有出門 然後家裡又蓋下城堡 然後首都重點的話 他還是有機會可以打贏後期 甚至這個阻徑也不會死守 還可以把城堡拆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潛壓動作斯拉夫 也沒什麼問題 最大的施策就是 他那波長槍兵出去的問題 後續的打法 就即便按比較慢一點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失誤 有啦 重大的失誤有啦 二級伐木二級農沒有點 這個算是蠻大的失誤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